美国领土上的最高层级美台政要会晤 选在具有指标意义的雷根图书馆 雷根总统在任期内对台湾提出了六大保证 这次蔡英文与麦卡锡的会晤 也引发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在160家媒体关注下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跨党派议员 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闭门会谈 会后发表五分多钟的演说 蔡英文多次引用美国前总统雷根名言 强调世界民主正受到威胁 要维护和平 台湾必须壮大自己 感谢美国与台湾同在 它必须 fought for and defended 各种各种各种各样的制度 在待出唤 stor伙伴 repe понял 在余法 Tara某人的称制度 去保持平台湾和平台湾务 hat指含平台湾的免候 党活力 一人一人一贤的解决 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 外交部长吴昭谢和驻美代表 萧美琴也与会 麦卡锡则率领17名两党议员 前来迎接 其中包括众议院民主党党团 主席埃及拉 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 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 特别委员会民主党首席众议员 克利舍纳穆希 还包括其他八名众议院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党成员 以及知名的友台国会众议员等 蔡英文一年内两度会晤 美国众议院议长 这次出访也两度过境美国 凸显美台关系进展 蔡英文预计将于4月6日 启程返回台湾 新唐人记者瑞丽 王滋义 纽约洛杉矶连线报导 同志 没 research